胖小孩越來越多 除了運動不足外 就是因為普遍飲食豐富 而出現營養過剩的狀況 現在就有家長 為了改善六歲女兒的體質 每天都給孩子喝蜂蜜水 殊不知三個月後 女兒乳房竟然開始發育 出現硬快 還被醫師診斷確認為假性性早熟 可是因為我們的迷思會覺得 蜂蜜是天然的 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打破就是 它就算是天然健康 但是它如果是額外攝取 就是表示你是太多的熱量 那這樣相對也會影響到性荷爾蒙 例如蜂蜜 蛋白粉 牛出乳等 富含雌激素的食物 攝取要注意外 高熱量的零食 炸物於含糖飲料 更容易讓孩子體內 合成過多脂肪 導致內分泌溫亂 一樣應該少吃微妙 今年美國他們就是 在這個飲食建議裡頭 就會希望這個糖 在每日的種熱量攝取 只能佔10% 大人吃太多這個甜的飲料 它就會造成心血管疾病 或糖尿病的問題 但是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器官都還是很年輕 所以他們不會有 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但是他們這個荷爾蒙 就會受到影響 兒童發育時 最重要的不是吃多 而是吃好 家長應該發揮把關的責任 才能讓小孩真的 健康長大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好 感谢您的观看